三英亚莎彻底杀疯 只用一把校服做成的制服强强剑 就将面前的正义恶魔大卸八块 在真子奄奄一息之际 一个自称姐姐的坏女人突然出现 还说她可以帮忙复活真子 接着画面一转 镜头切到了真子的视角 她发现天上的飞鸟离自己越来越近 地上逃命的学生也变得无比渺小 真子突然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 只要摧毁学校 她就能从根源上彻底消灭霸灵现象 真子甩动巨大的身体挥舞处序 直接将面前的教学楼拍成废墟 就在她正得意时 刀锋般的螳螂触须突然攻击 将她的触手一刀斩断 原来是支援的恶魔猎人及时赶到 可在真子眼里 这些人也是用暴力欺负自己的霸凌者 脑袋触须轻轻一甩 直接把其中一人拍成肉饼 剩下一人刚想逃跑 就被触须从中一刀斩断 这时真子注意到了躺在废墟中的三英 她伸出触手小心触碰 不停呼唤着三英的名字 到底是谁让她的朋友受此重伤 就在这时 真子注意到角落里还藏着一个陌生的身影 当即用触手将其卷到眼前 难道就是你伤害了三英吗 去死吧 你这个邪恶的霸凌者 眼看女孩命悬一闲 电刺终于潇洒登场 真子表示自己不想满杀无辜 命令电刺立刻消失 可电刺却巴布地在众人面前暴露身份 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英雄 真子被电刺的欠奏表情彻底激秘 挥动触手就是一顿猛拍 可她这一次却踢到了铁板 只听嗡的一声电刺轰鸣 真子的触手直接被切成两半 这下真子彻底慌了 她根本就不是电刺人的对手 口中一边喊着不要过来 一边朝着电刺疯狂攻击 只可惜此时的电刺已经彻底上当 挥动电刺就是一顿猛拍 真子见攻击无效 就想用独心术预判电刺的攻击动力 不料电刺根本就没把这场战斗放在心上 她满脑子所思所想 都是如何让自己在公众面前暴露身份 时间不知过去多久 三鹰才从昏迷之中苏醒过来 可眼前的场景也把她吓了一天 下一秒人格切换 三鹰再次化身战争恶魔 电剧人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仇人见面分外掩护 战争伸手在残肢里一顿摸碎 然后把真子的断肢化为例子 朝着电刺大声发问 你还记得我吗 电剧人 此时的电刺一脸懵逼 毕竟光是战争这副一不蔽体的仓庞姿态 就已经让她大脑当机 这时身后又传来一声惊呼 一只人手从大肠下面伸了出来 原来是刚才被挟持的同校女生 从死亡边缘侥幸存活 女孩还是有些精神恍惚 电刺盲殷勤上前 用最温柔的语气告诉对方 刚才是我救了你 看着电刺那颗沾满血迹的电锯头 女孩被差点吓尿 忙求电刺不要吃它 电刺盲上前再次解释 我是电锯人 是保护你的超级英雄 我从来都不吃人的 就在电刺耐心安慰女时生时 身后的战争已经手持宝刀 朝着电刺发动攻击